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随着社会的经济提高 人的生活越来越好 吃喝愁都不愁 为什么还有些人高兴不起来呢 刚刚碰到这位大爷正在散步 咱上去问一下吧 好吧 走吧 大爷 你这是没事的 我看你在这摟着腕的 吃饭了吧 刚吃完 刚吃完 你老年也多大年龄了 七十五了 七十五了 哎呦看着你心里这么好你看 也就是跟着那种臭年龄啊 看着 臭年龄啊 我的 正体好了 生活好了 年龄所以有这个手运又高了 心里健康 心里健康 心里也好了是吧 大爷你看那个生活比原来过的是很好了是吧 原来是吃不上 吃不上喝不上的是吧 大爷你说现在的咱这个社会啊 经济提高的是吧 对那是吧 为什么又会论人呀 就是高兴不起来呢 好 这个是你这么说吧 从几方面的原因我认为是吧 你认为是几方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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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的小小小点 小点 就上去啊 它这个经济复杂是受的比较这个 这个 复杂肿量 哦 复杂肿量 对 它的频度 情感 哦 这个情感 事比较多 家庭的问题也比较多 孩子上学 腦里有复杂 他经世上得有点 多少少得有点压力 所以说他自己得想办法做整线 养老的股胃小点 复杂小点 年龄段自己干嘛 上边捞下有效 对 就是 你看 四十来说 五十来说 都是这个情况 都是这个情况 通过刚才和大爷的聊天 大爷刚才也说了 这个主要原因是上有老 下有小 负担比较重 压力比较大 这种原因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人都有一个心态比较好的 只要是心态好 才过得舒心 北京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